原警下车 优势情力包围银色车辆 没想到歹徒看到甩都不甩 直接开车逃逸 换个角度看 警方针防车都已经堵在前面 原警亮枪警告 歹徒硬是撞开 冲破防线 这么一撞两辆针防车毁损 新美市新店分局到永和侦办毒品案 查获一名王姓通气犯 没想到歹徒横冲直撞 车辆最后在中和被找到 人已经逃逸 镜头转到台中 原警在红甲大学旁停车场 拔腿狂奔 追逐歹徒 最后喷辣椒水 顺利将人压制 原来是身背三条通的通气犯 秀出手臂伤势 拥挤为了抓歹徒 过程中还被抓伤 还好没有大碍 警方一开始在黎明青海路口发现可疑车辆 歹徒看到原警马上闯红灯逃逸 最后开进停车场 被远警包夹 警方打击犯罪不分南北 歹徒想挑战公权力 最终难逃罚网 靖新闻纵火报道